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汁 这里没有美食 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来吃一家蛮特别的店 叫做 周末炸鸡俱乐部 然后呢后面再 讲一下我 对 有印象的炸鸡是哪几间 推荐给大家 好 那 说到周末炸鸡俱乐部 其实放在我的口袋名单非常久 那他这间很特别的店 那他的开 营业时间呢 只有五六日 那其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店 我一直以为他是炸鸡店 我这个人对一间餐厅 要去或不去或是深入的了解 我跟我其他朋友不一样 我只要看到然后我有兴趣 看了几个key word 就有兴趣我就去 那我什么时候才会深入了解呢 两个情况 一是这间餐厅特别难吃 我就会去翻他的 把他的底整个翻出来 厨师是谁 严格什么什么 统统翻出来 或是说这间餐厅特别好吃 我也就发现他厨师是谁 他的来龙去脉怎么样 所以在这两个情况我才会去 努力的研究这间餐厅 因为餐厅实在太多了 那我在不知情的 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了这间 炸鸡店 去了就发现 这真的是 原来他是酒吧 他其实跟酒吧合体的 然后 他们两个隐身在 一间花店的后面 就是白天是花店 然后周末五六日 就变成酒吧 加上炸鸡店 那其实我们在喝的 那个 有跟老板聊一下 他们就是 感觉目的就是要跟各个的 那个酒吧 做一个联名啊 或是快展活动所以之后会有 在各个酒吧这样巡回 那 这整个吃下来 我就觉得 其实我也 蛮讶异的啦 就是他这个酒吧 所以其实本来没有要喝酒的 朋友也喝了一些 那整个吃下来 我 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的 三杯鸡腿 第一个三杯鸡腿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外面皮脆 然后 里面很juicy 重点我觉得好像还是 炸鸡好像还是重点还是酱 酱蛮厉害的 然后他会给你那个 他会给你那个手套 他的手套也蛮幽默的 他手套做成了 一个正方形的像保险套的样子 然后上面就一只鸡 然后写的什么 安全卫生 我就笑死这样 吃完炸鸡要准备开房间还是怎么样 就写的安全卫生 真的很好笑 然后 你就这样子用手拨开整个就是 香气 四溢 那个炸鸡 其实炸鸡这两个字 其实 就已经对 我觉得很多人对炸鸡两个字 充满了香味跟幻想 其实 很难做的不好吃 但是做的好吃的 真的是很好吃 那 三杯鸡腿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尤其是他 没有骨头 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 他就没有骨头 那再来 第二印象深刻的是 兰姆酒炸牛排 那这个也是他上来之后 他有 又淋了酱汁 我觉得酱汁是他们蛮厉害的一个 重要的元素 他淋了酱汁 这个也真的很好吃 所以 那个酱非常浓郁 有层次 那第三个是 炸鸡甜甜圈 这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创意一点 他就是个甜甜圈 然后 横的剖拌之后 放入炸鸡 然后上面撒很多糖 所以其实这道菜是 甜的 咸的 然后旁边还有放黄瓜 所以各种味道在你嘴巴里面爆发 那我是觉得 OK 但是没有让让我特别惊讶 但是 他的这三种调味 在我嘴里 我是印象深刻的 那再来就是 他的有个叫香料鸡翅的 我是觉得 他的香料鸡翅其实不难吃啦 不难吃 但是我吃过更好的 然后 我觉得鸡翅另外一个重点也是这样 我觉得炸鸡好像重点就在酱上面 然后他的酱调的也是不差啦 但是我觉得我有吃过更好的 好像后面我觉得可以再介绍一下 OK 然后呢 这间 这间店呢 我觉得他的菜单也很有意思 他就弄成九宫格 然后用印章给你盖 你要点哪个就是盖哪一个 有九宫格 有没有连连看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 他的 那个纸巾上面很好笑 写说偷吃要记得插嘴 整个就感觉是一个夜店风啊 你看 又有一个像保险套的 那个 保险套的那个 包装 里面放塑胶手套 然后又有卫生纸 这个 真的是 太好笑了 对 好 那因为我本人啊 是比较少跑酒吧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他的 价位到底是贵还是不贵 那 以这边来看的话 他的香料鸡翅是 三只鸡翅 再320 那一般可能嫌贵啦 但酒吧贵不贵我就不确定了 那其他的两道的话我觉得还OK 牛肉贵了一点 牛排大概460几块 但我觉得酒吧是不是比较贵我不确定 反正 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那个话可以留言告诉我 OK 好 那 恩 再来介绍一下就是 除了这个炸鸡以外 我觉得我还有什么 比较印象深刻的 好 那 等下我会介绍一个是韩式的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客 这是一间法式餐厅 再来德州美墨炸鸡 好 那我们先从韩式开始 那事实上我 我个人我本人是 比较不喜欢 吃韩式的料理 我觉得可能是口味的问题啦 因为 那时候我去韩国也 吃了很多间 我都觉得吃起来索然无味 那 也不是不好吃就是 不爱 然后各种 烧肉什么韩式烤肉什么 我都不是很喜欢 那 我就觉得韩式的 我自己看的 他们的一个套路啦 他们不是 韩剧最喜欢那个什么 炸鸡配啤酒吗 对 那 我 我其实有观察过几斤 那我其实也是努力的去吃韩式炸鸡 我发现他们的套路就是 炸鸡好像通通一样 全部都一致 那唯一有不一样就是撒在上面的 酱汁或粉 他们会做 非常多的 变化 那我自己觉得 我知道比较好吃的是起家鸡啦 他们 那个 一般原味炸鸡的基底就很好 就是肉又很juicy 外面炸的 就很 他说 皮酥 肉软嫩 好吃 那 剩下的 变化跟价钱不一样 就是外面的 什么加什么葱啊 什么酱油的没的 那 起家鸡的话我觉得我这只是基本 因为他加一些东西我都吃不懂 不如 刚刚我说的 周末炸鸡俱乐部我觉得那个酱还是强一点 韩式大概就这样子 因为我韩式大概都吃不懂 我就只吃起家鸡的 就是 经典的基本口味而已 那再来的要介绍一个就是 大客 大客西式餐馆 也在那个 济南路那边啦 那我忘了之前是不是 在侯不熊那期有介绍到大客西式餐馆 他的鸡翅 我其实蛮推他的鸡翅 他的鸡翅 他会把那个鸡骨头的 上面那一节 就是因为中段中段那一节 把整个骨头挖空之后 他会塞一个叫 绿色的青酱的起司进去里面 然后 包起来整个去炸 所以 你这样吃起来的时候 其实里面是会爆浆要小心 因为蛮烫的 然后他的那个 沾酱 像塔巴斯科那种辣的沾酱 真的超好吃的 我每次都要把那个沾酱 沾到最后一滴这样子 然后这样一支 我记得那时候我吃一支好像才六十几块而已 其实很便宜 他的那个炸鸡是真的很好吃 我可能就一个人就可以吃两支了 因为真的 太便宜了 一支六十几块 我觉得很搞刚啊 你要先把骨头剃掉 然后再塞酱进去 然后再缝起来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炸起来的时候 东西不会流出来 大克的鸡翅 我强推大推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 比较偏素食类的 就是德州美墨炸鸡 我觉得这间也蛮好吃的 那时候好像 第一间店好像是开在士林天母那边 有点忘了 我后来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这间店 但是一直没有去吃 后来他开在那个 金站那边 就北车那边我才去 然后我还吃了两三次 我觉得 就是 素食店里面真的算品质很好的 那个炸鸡店 这间我也是 我也是推推 然后再来呢 另外加码一间好了 这间我会比较吃不懂啦 就是 汉来的那个鸡翅 他跟大克很像 他也是把那个骨头挑掉之后 但他里面塞燕窝 塞燕窝 我觉得应该是口感的问题吧 反正 他就里面 很饱满的塞燕窝 一只超贵 一只好像五百左右 我吃实在吃不懂 大概就这样子 那所以好 我们总结一下 我推的啦 韩式的话我会是起家鸡 那再来就是 大克西式餐馆 他的鸡翅 我很推 再来就是 如果是一般那个 素食店的话 德州美墨炸鸡 我推推 好 那好 那今天大概就这样子 那你还有什么 喜欢吃的炸鸡 我没有讲到 或是 你觉得很棒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如果有的话 你就 请留言给我 好啦 就这样谢谢 拜拜 拜拜